我想考考大家,特別乖,不要看書 今天的答倉榮答句是什麼? 唱過很多次,有人都看了 重複過很多次,比其他人更多 練習過一陣,重傷重傷 這句說話來自聖榮95首 他說,你們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 不要再那樣深厚 是不是?我不懂唱歌 但我會用這句說話去默想 去反省,去作為今天講到的重心 你們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 不要再那樣深厚 當你去到中東或者去到非洲的時候 你會看到沒有雨落是什麼一回事 那裏很少下雨的 沒有雨落就算最好的土地都會變成沙漠 就算偶爾下雨也好 因為地面太硬,硬到龜裂 水滲透不到地面 所以造成地面上是泛濫,水浸 要麼就沒有水,要麼就水浸 這兩天我們都經歷過 這兩天我們都經歷過 外面的石屎地 那些水,黑雨也落不到入地面 於是在上面 越升越高 去到膝頭,去到胸口 造成很大的災禍 如果我們見證了水浸 就算有水,落不到地面 它沒有定走 唯一路升高 汽車又浸了,什麼都浸了 所以我們看到沒有水,又很慘 有水,又是很慘 我們人的心都是一樣 如果我們的心硬 好像地上那麼硬的話 我們不會受傷 因為我們沒有感覺 心硬就沒有感覺 我們不會感覺到很痛 因為你沒有感覺 好像打了麻醉針 戒傷你都不痛 心硬了 我們不會受傷 但是 心硬是很可憐的現象 會傷殘到自己 就好像水災 能夠破壞很多地方 我們真的這幾天 看到地上硬 水是不斷破壞我們的生活 心硬是沒有感覺 沒有回應 也都不懂得愛 心硬 我們不會經歷到憂愁 因為沒有感覺 但是同時 都不會經歷過喜樂 什麼東西都不能進去 什麼東西都不能進去 心硬是好像心 關閉了 什麼東西都不能進去 好的東西不能進去 壞的東西不能進去 最嚴重的傷殘就是 我們的心硬了 人的生命 最不幸的處境 就是心硬 所以剛才答 各位說 你們不要再心硬 即使你對待一個人 你很討厭那個人 你對待一個人 如果你的心很硬 這是最壞的事 因為在精神上 是嚴重的傷害到自己 多過傷害人 有句話 害人反害己 你生氣 你生氣 你罵人 你的心經常討厭人 那你是睡不著的 你吃東西都沒有胃口 那哪個傷多些 是那個人傷多些 因為你自己傷多些 所以心硬是傷自己 多過傷別人 是嚴重的傷殘 反過來來說 如果心是軟的 是一個祝福 雖然心軟 可以受傷的 少少東西 你就被人 激到你 心會受傷 你雖然受傷容易 但你也會感動 感動到別人給你的溫暖 收到別人的安慰 你傷心的時候 你會感到 這個人問候我 你病 好像 老神父 猛咳 給你一些喉堂 看好不好 今天好些 今天話聲很美 你會感受到 有人關心你 所以 我們的心軟 雖然會傷害 但會感到別人的關心 感覺到別人的愛 很多人都為我們祈禱 我們會令到自己的生活 好像春天的花園 是很美的 我想遲多幾天 他不用擔心了 他會很開心 跟我們講到 講得比我厲害了 一定 耶穌泥 不僅僅要結淨我們的心 他還要軟化我們的心 開放我們的心 看天主的說話 好像種子一樣 能夠入到我們的心裏面 如果我們心硬 如果能夠收到天主的說話 天主的安慰 天主的鼓勵 我們就算心不是那麼美 有心臟病 好像我這樣也好 都會變成很美的土地 再記得今天這句話 希望你們能夠聽從天主的聲音 不要再心硬 這句話是跟我們每一個人講的 天主就叫我們 由我們錯誤當中 我們開始改變自己 改變我們跟天主的關係好些 跟人的關係好些 他會提供給我們機會 不知道我們聽不到天主的聲音 硬的心 如果是對人的話 已經是很壞了 如果你硬的心 是對天主的話 那根本就是大災難 所以是很危險的事 天主的說話 不能夠進入到我們心裏面 我們聽不到他的安慰 聽不到他的祝福 聽不到他的鼓勵 我們就很慘 所以當我們聽從天主的說話 我們會改變很大的改變 軟的心 我們會收到天主的恩寵 就好像收到雨水一樣 非洲常都沒有雨落 如果地是軟一點 他們就收到雨水 如果我們的心是軟的 我們會收到天主的愛 好像收到太陽的溫暖一樣 我們會接收到恩總力量 我們會接收到溫暖 所以我們的心就會改變 即使是沙漠 都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花園 所以我想真的宗教的意思就是這裏 我們要在一個真的宗教裏面 能夠找到的元素 就是天主的說話 天主的能力 天主的安慰 天主的鼓勵 我們要學習的就是這裏 所以希望大家記得 聖詠九十五首 今天的答詐詠詠 你們今天 該聽從天主的聲音 不要再深厚 天主歡迎我們每一個人 祂很疼我們每一個人 甚至外教人 暫時不認識天主的人 祂都愛 祂都願意給雨水 給安慰 給鼓勵我們 所以我們利撒 就是感恩祭 要感謝天主